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很多夫妻,可能在刚开始恋爱的时候,或者是结婚不久的时候,都会过得很甜蜜,两个人时时刻刻都会想要粘在一起,短暂地分开也会觉得很想念。 但是,结婚时间长了,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,就会慢慢地对彼此失去耐心,最好的结果就是变成同居室友,还能够在一起和平地搭伙过日子,彼此之间的感情却早就被消耗殆尽了。 但是,作为夫妻,无论到了什么时候,都是应该要相互牵挂的,才会一直幸福下去,也只有这样的婚姻,才是有意义的。 其实,很多夫妻到了中年,不是不想过好,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好,尤其是女人,明明想要男人一辈子的宠爱和牵挂,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出路,用错误的方式去经营婚姻,最后反而弄巧成拙,让婚姻走进困境。 其实,夫妻到了中年,让男人牵挂你的方法很简单,只要培养两个人之间的仪式感,就好了。 什么是仪式感? 仪式感就是把本来单调普通的事情,变得不一样,是在平凡又琐碎的生活中,找到失一样的生活方式, 是在无聊的日子里,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,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。 有很多中年夫妻觉得,仪式感是年轻人的浪漫,与老夫老妻无关。 事实恰恰相反,越是年龄大的夫妻,生活中越需要一点仪式感,来保持彼此的吸引力。 新鲜感和激情的产生,就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中,出现了不一样的色彩。 这种色彩,是维系一段感情不可或缺的东西。 为什么有些女人,活了大半辈子,依然被男人宠得像个小女孩一样,即便人到中年,依然活得肆意又年轻? 而有些女人,才步入中年,就被婚姻蹉跎得无比的苍老,似乎婚姻就像一个枷锁一样,压得人寸步难行。 说到底,不过是因为那些过得很幸福的女人,懂得生活的仪式感,让男人时刻牵挂,而那些不懂得的女人,逐渐失去了对男人的吸引力而已。 在霍妮的《婚姻心理学》里,有这样一句话,在幸福的婚姻里,有一些共同的法则是有迹可循的,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。 所以,女人要想让男人时刻牵挂你,不管结婚多久,都放不下你,真的可以学习那些聪明女人的做法,给生活增添一些仪式感。 吕冰和张旭结婚的时候,婚礼是极其浪漫的,因为吕冰是一个很相信爱情,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,十分浪漫的人。 所以,张旭在准备婚礼的时候,就是完全按照吕冰的喜好来做的,所有的宾客都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,觉得他俩一定会浪漫又幸福地过一辈子。 但是,婚礼过后,吕冰发现,两人真正开始朝夕相处的婚姻生活,才发现繁琐的事情一年比一年多,根本没有心思去浪漫。 两个人能够把日子过得下去,就已经很不错了,还哪有心思去搞那些仪式感的事情。 一直到四十岁之后,两个人的生活才稳定下来,但是这个时候,再看两个人的感情,就已经基本不存在爱了,感觉就是各国各的。 有了闲心之后,吕冰也开始思考如何拯救婚姻,便在张旭生日的时候,带着他把两个人的恋爱路又走了一遍,毕竟曾经爱过的人,很容易就会一起当出幸福的时候。 再加上,吕冰悄悄把两人的好友聚集起来,在张旭生日那天,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,再向他求婚。 在人到中年的时候,吕冰和张旭又找回了当初的幸福和浪漫,成为了一对恩爱的中年夫妻。 仪式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,热恋的时候,仪式感可以迅速给感情增温。 而夫妻到了中年的时候,仪式感能够有效地唤醒沉睡的婚姻,重新找回当初恋爱时的激情。 所以说,女人要想让男人牵挂你,就一定要给婚姻一些仪式感。 仪式感,让烦躁的日常得到一丝慰藉。 其实,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普通而又繁琐的,每天都是按部就班的上班、下班。 很多时候,可能连自己为什么存在都搞不清楚,更不要说深爱情了。 对于很多夫妻来说,生活本身就已经够辛苦了,没有必要去搞其他的幺蛾子。 但是,爱情绝对不是生活的负担,而是生活的调剂。 当夫妻到了中年,成天为了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,一点简单的仪式感,能够让烦躁的心快速平静下来。 不需要太多的精力或者钱,可能是一束花,或者一顿美好的晚餐,就能够让彼此彻底放松下来,而不是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。 男人放松下来,也就能够更好地看见眼前的东西了,自然会更加地在乎你,牵挂你了。 仪式感,让两个人回忆相爱的细节。 很多时候,你所认为的不爱了,可能并不是不爱了,而是这份爱被其他的东西掩盖起来了。 中年夫妻也是这样的,生活中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,爱情的位置就越来越往后。 但是,实际上两个人可能还是很相爱的。 一点点仪式感,会让两个人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,回想起两个人相识相知的各种细节,也就是把两个人尘封心底的爱情拿出来擦一擦,就又会焕然如新了。 一个人在成熟,在年迈,心里都会有一个小孩,仪式感就是让这个小孩重新醒过来,那份爱重新存在,男人也就会重新在乎女人了。 仪式感,让两个人更加了解彼此,每一对恋人,刚在一起的时候,都有说不完的情话,聊不完的心事。 但是当结婚之后,交流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被忽略了。 两个人白天工作都会累,回到家只想静静地待着,什么也不说,什么也不做,慢慢地想和对方说的话。 也就越来越少了,甚至有的人会觉得,夫妻俩成天都在一起,什么都是一起做的,彼此早就已经没有交流的必要了。 但是,人是会变的,两个人完全不交流,也就不可能知道对方当下真正的想法,自然会越来越陌生。 仪式感,就是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,让两个人重新敞开心扉,真正了解彼此。 人到中年,可能表面都会对年轻人的恋爱状态十分不屑,觉得老夫老妻了,没有不要那么腻歪。 但我相信,不管多大年龄,两个人的内心,都是渴望新鲜感和激情的。 所以,在平淡的生活中,制造一点仪式感,不需要太大,能够让两个人开心就足够了,这是重新相爱的有效方式。 相信男人很容易因为这些小小的仪式感,回想起曾经的相处,明白自己对你的忽略,重新爱上你,牵挂你。